被立法院拋棄了 还是不认罪吗 委员还是觉得无罪吗 会不会觉得立法院是弱势团体啊 涉滩的三名立委苏正清 廖国栋以及陈朝明 垂头上气走上球车 面对提问低调不愿回应 因为他们三人被裁定序压 立法院18号开议 宪法征修条文规定 要压立委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点头 立委收下经过一小时朝野协商 同意继续积压 三人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情绪是非常的激动 原本在积压庭上 收费2580万的苏正清 说自己联考英文挂诞 海外也没有资产 不可能逃亡 律师还帮枪苏正清除了当立委 其他什么都不会 但检方打脸法院裁定积压 苏正清最后没有意见 而收费790万的廖国栋 则说继续救美牛 还有美国议题未名喉舌 被检方痛批 早就背叛了选民的期待 而涉嫌收费百万的陈朝明 却大吼说他有意见 说自己被积压没有良心 根本就是听一听一听 更呛声说立法院是弱势团体 一旁的廖国栋也附和他的说法 就被告廖国栋部分 我们正认为已经没有积压必要 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 就会依法提供抗高 没有现在是不是真的有 指挥认罪犯过程 这样其他就不改变怎么说了 只是这三名涉贪立委 先是力拼交保说瞎话 还押后还怒吼诡辩 仍然没有办法遮掩自己贪污的恶行 三人接着将面临一连串的审讯 也创下宪政史上第一次 立委朝野同意法院收押的国会立委 记者中的报道